第四集 第四集 丘男啊 所无人的下山 并且不停止数 嗯? 警觉神,你还想走啊 哼哼,是你没掛脆眼 我不真会走啊 放他三个步你没听过声 没听过啦,欠腿 啊? 停手,快 啊? 啊? 天啊,没听过 就用数换针来说给你们听啊 哈? 嗯? 第一步 设计用数设计 保护资金,保护他人 第二步 掛嘴鸩,保持社交吉林 第三步 接种疫苗,增加保护力 公益三票步,为资金开心 接种 顺利 超盤战将 大家来收看超盘战将 今天大盘 461点 你现在的内心世界是很 是很矛盾的 有点紧张 有点疑虑 很不安 我知道你现在想干嘛 你现在想找安全感 你现在很多人在看清聚的节目 老师你怎么看这个盘 老师你的股票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昨天盘后开的这支股票 荣运 早上的时候 各位 他最后一盘被几乎在平盘之下 几乎今天整天都在平盘之上 人家问我说 老师你卖掉了没有 今天很多盘中电话来问我 卖掉了没有 你为什么会来问我卖掉了没有 你是不是在这边有跑进去买 我不知道 看我昨天公开了 你自己跳进去买 我不晓得 我只想跟你讲 跟紧跟好 好不好 你不要在那边制作主张了 那边狗狗 我跟你讲今天的节目 你就看我的节目就好了 其他的不用看了 你越看越多越会烦恼 你知道吗 因为你们现在资讯媒体太发达了 你看了我的节目以外 你也看别人的节目 晚上的财经节目 你看我跟你讲你越看你会越伤心 你还不如看我的 为什么 因为我要跟你讲这件事情 各位 利空准备出境 创造财富的机会来了 再看一次 利空准备出境 创造财富的机会 我知道现在美国股市盘前期是下跌的 跌六七百点吧 我看刚才好像有看到 我看一下 跌多少 好在这边看到了 道雄跌了六百二九点 NASDA跌了三百二十二点 好 明天应该开低 我认为应该不会开大低 了不起开个中低或小低吧 各位 明天 记住 很多题材股的低点就在附近 什么叫题材股 很多题材股的低点就在附近 明天 有些股票不要乱砍 真的 你不要乱砍 他们相对低点大概就在这附近 我没有说绝对低点 但相对的低点 相对的低档区 大概就在这附近了 因为有些股票已经跌了好几层了嘛 因为这阵子的这两天的一些利空 你再把它往下砍 刚好搞不好明天 明天搞不好就最低点 你就砍在最低点 还好你今天有看我的节目 当然明天可以来验证一下嘛 我跟你讲你今天看到我的节目 你不要看今天晚上 产疾节目的欧北共又来讲 俄罗斯乌克兰开打了 接下来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开打早就在我预期之中 当然你只要买到相对应的股票就好了 你只要买到相对应的股票就好了 可是你没有买 为什么 因为我有告诉你 你没有来拿 你没有跟在我身边 你没有相信清俊 本来就是这样 是不是 今天拉到涨停板 真的是 再创波段新高 美国股市昨天跌了464点 NASDA跌344 FATNBD跌78点 早上看到这个跌幅 大家都为我这次股票捏了一把冷汗 2607的荣运 我昨天公开 开低之后往上拉 盘中一度来到40块 我知道 我说你出掉了没有 你能不能获利一下 这个不方便在电视上讲 我只想告诉你 你跟紧跟好 你跟紧跟好不就好了 你上海怎么办来扫我这支股票不就好了 就算今天拉回来又如何 你买在这边 你没差 你买在这里 没差 你为什么不来拿呢 因为你有偏见 因为你在看那个什么 专门跟你讲基本面的分析师 我跟他讲今天这阵子讲基本面的几乎全倒 讲基本面最近全倒 跟你讲那个股票 他的题材 他的营收 他的产品最近怎么样 接到什么单子 最近的报价在上涨 有没有 然后一月营收表现很好 最近讲那些基本面的那些股票 你看那些老师 他们讲那些股票几乎全倒 然后再加上今天跌了461点 更惨 你相信他们的 你去看他们的节目 你去买他们的股票 你为什么不来拿我的股票 你拿我的股票不就好了 我跟你讲 今天这支股票你要来拿 很重要 我节目要看完 我今天要帮你 我今天要帮你 我知道你现在没有安全感 你会有点怕 你会有点担心不要怕 很多题材股的低点就在附近了 各位啊 还是我要顺从他的花 真的好买点要来了 尤其是个股的好买点要来了 搞不好明天 明天有些股票的低点 这一波下跌的一个低点 搞不好明天就会看到了 搞不好明天就会看到了 如果明天看到了不得了 不得了 各位我再强烧一次 我们的基本 在今天的报纸 淡季不但我们工业生产指数连续24红 创下我们1月的生产指数来到了历年单月次高 这个数字 你再配合我们1月外销订单 我跟你讲 我们最近台北股市好了 我讲白话一点 真的很衰 很倒霉 碰到了最近的通膨 升息 要不然就俄罗斯乌克兰的那种战争 要打不打的 今天终于开打了 还有什么十年西宫在 还有欧妮孔的病例 我们台股最近 最近这一两个月都碰到这种倒霉事情 明明有正面阳光的事情可以看待 但是市场上都去解读覆灭 都去看那个通膨 升息 俄罗斯乌克兰 每天都跟你聊那些 那些震惊是阳光正面东西你都不看 没办法 这市场 好吧 市场既然如此的话 那没有关系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还是可以找到股票 还好好的操作 只要你好跟紧跟好 只要你来拿我的股票 来买我的股票 不就好了 对不对 没有那么差 我跟你讲 我认为 今天下跌 国家队应该有买股票 我们的国家队 应该有去买股票 我们的国家队 搞不好投信 今天连17买 说不定 还是18买 我认为我们政府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今天拉回来 搞不好政府基金 国家队 八大工股航库 都有经常买股票 我跟你讲 真的拉 政府的一些苦心 很多人都还不知道 我认为 接下来未来一段日子 政府基金 国安基金 或者是什么 八大工股航库的 他们未来一定是赢家 各位你看台积电 今天跌21块 跌21块 今天有利多 台积电压三星 你看这个新闻 很好玩 台积电压三星 订单大回流 先进支存疗率 致霸 称霸全世界 高通亏打两客户都回来了 又要把单子转给台积电 三星不行 三星的良率不高 各位这大事 但是台积电今天是一根长黑黑棒 老师 低点会在附近吗 台积电的低点会在附近吗 各位还有 昨天元宇宙也有新闻 红海要攻元宇宙 入股SRSpace 然后这是今天的新闻 中纲第二季要开始迎望季 很多提拆股的低点就在附近 只是因为最近很倒霉 很随碰到俄罗斯乌克兰的一些冲突 很多股票莫名的被砍下来 无理性的砂盘 恐慌性的下跌 但是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提财股的低点就在附近了 因为我们都看到了这边这些的利多 我们都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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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那只大户有钱人 我们看到这些新闻 我们看到这些资讯 我们现在在想一件事情 我们要怎么样利用这个机会 很多人在恐慌卖股票的机会 我们要怎么好好去把握 因为很多提财股的低点就在附近了 所以我们要动作 我们要去买 我们要去抄底 我们要去讲便宜 至于你 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明天的动作是什么 我可以跟你讲 明天如果开低 明天如果开低的话 有些特定的股票 或是我们锁定的股票 我们锁定的股票 各位注意 去找买点 明天如果开低 因为今天晚上盘点其实 美国盘点其实不好 美国股市今天应该是下跌的 甚至大跌都可能看到 好 明天如果开低的话 注意 很多提财股的低点就在附近了 我跟你讲 如果你不知道该买什么 该学什么 是台积电可不可以买 还是元宇宙的股票 电动车的股票 低轨道卫星的股票 最近低卫的股票 来拿我这支 你来拿我这支 来拿我的 我跟你讲 真的你来拿我的 不要去拿别人 不要看别人的 不用了啦 你看我这几天的股票就好了嘛 我也知道美国股市下跌啊 我也知道台北股市拉回啊 可是你看我这阵子的股票呢 我这支股票的表现呢 先不讲荣运啊 先讲这支 各位 今天多少钱 29块 29块了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啊 各位 你看我公开的价位跟时间 来 导播 Check up 这支股票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掌灵板 18号公开啊 上礼拜五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昨天还一个上影线 有人问我说老师完了完了 上影线的壁雷针好大的好长的一根壁雷针 这支股票大概要挂掉了 而且昨天要爆量 爆量四万七千多张啊 又爆量了 完蛋了 我就跟你讲 我就告诉你了 还要连买好几天 我这边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要连买好几天 不是只买一天 这样讲的还不够白 我字卡上写得那么清楚了 买就对了 老师 我再看一看好了 我再想一想好了 我再考虑一下好了 你再考虑 今天涨平板 难道这些人 这些买盘 知不知道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大跌 知道啊 知不知道今天盘中台北股市正大跌 知道啊 知不知道今天俄罗斯跟乌克兰开战了 知道啊 外国朋友 我的股票你要来拿 我知道这阵子大环境不好 你看盗琼 连续好几根AK 可是你来拿我的股票 你来拿我的资料 拿我的股票不就好了 你把你不会涨的股票里换到我的股票来 我觉得为什么你不做这个动作呢 好吗 你买一张嘛 你买一张看看嘛 你买一张试试啊 老师 业内真的好厉害 业内怎么这么强 对啊 业内很厉害啊 你也看到业内的股价最近的走势啊 好 我再给你一支 我再给各位一支 这一张比赛啊 导播 check out 这一次股票 六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上临板 昨天公开啊 今天继续 为什么 我跟你讲 明天 明天有些股票开低 开低哦 有些股票开低哦 搞不好开这边 开这边 开这边 我不是说自信啊 我是说别的股票啦 搞不好开在这里 开在这里 搞不好拉上去 甚至拉到涨停板也说不定 一天搞不好十几% 说不定啊 我是说说不定 这一支 二屋开打 创造财富的机会来了 有钱人今天进场布局这一支 涨定了 它叫做主要力量的标股2 主要力量的标股2 老师 2 那1是谁 1是他 1是他 1是这支 2743的三夫 各位 美国股市昨天大跌 他看到了 台北股市今天大跌 他也看到了 老师 这到底是主要力量还是主力啊 你自己猜嘛 你自己去想嘛 我不多说啦 我前几天公开的给你看了嘛 你也看到了啊 后来隔天跌下来很多人都在笑我啊 我没有关系你就给你们笑嘛 就像我昨天公开荣誉 我不知道今天会不能笑我荣誉 我也不晓得会不会有人笑我荣誉啊 我不晓得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你要笑你就笑啊 我说了吧 看谁笑到最后嘛 这次三夫 来看这段VCR 今天多少钱 39.7 看这段VCR 时间跟价位 导播 Check out 这次股票 6 8 7 6 5 4 3 2 大涨 大涨 隔天拉回 哎呀 老师 没效啊 什么主要力量 核心传出来的 有人说要市场见识 什么叫筹码力量 这样骗小的 骗人的 21号公开嘛 对不对 看到了嘛 对不对 22号 那天大盘跌252点 昨天23号 都赚到了吧 狂喝涨停板 各位 今天24号 盘中一度拉涨停 五分钟一盘 没办法被警示了 为什么被警示 因为太会飙了 因为我的股票太会飙了 所以被警示了 没办法 抗议无效啊 那就被警示吧 好吧 被警示 那然后呢 然后盘中又拉到 涨停板了 为什么 因为有人说 要让市场见识 什么叫做筹码力量 各位 三副的筹码力量 你们都看到了吗 大家都看到了吧 三副的筹码力量 你们都看到 我预告的 我2月 2月17号预告的 我在那边写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你还说 哎呀 自写的都是什么夸张啦 我在碰轰啦 对不对嘛 你那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啊 有人说要让市场见识 什么叫筹码力量 OK 21号公开给你看了 20号 23号 今天24号了 各位 三副的筹码力量 三副的筹码力量 你看到了吧 看到了 看到了 你看到了 好 轮到这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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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赚涨停板的就来拿 现在打电话进来 我电话告诉你是哪一支 我今天不限时间 也不限名额 你想知道是哪一支 来 想赚涨停的就来拿 这个就好像我当时跟各位讲的 送给这一波还没赚到 涨停板的投资人 你都赚到了吧 都赚到了吧 主要力量的标股 一三副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各位 短短几天 几成了 100万赚到37万 几成了 几成了 我再讲一次 三副的筹码力量 看到美国股市昨天大跌 看到台北股市今天大跌 我不管 我要拉上去 我就是不甩指数的涨跌 我就是不管美股 也不管台北股市 我就是给它拉上去 拉到涨停板 收盘给它大涨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三副的筹码力量 好 看到了 看到了 大家都看到了 你看到了嘛 轮到它 要轮到这支了 想赚涨停的 你就来拿 主要力量的标股 各位 这支股票 你现在打电话进来 不用传真 我们在电话里面 告诉你是哪一支 我们直接讲好不好 讲完就直接挂电话 节省大家时间 我知道你今天有很多问题 赶快来拿 赶快来找 如果我知道你想 你也想赚钱 来 来拿我这支 主要力量的标股票 你打电话进来 我电话告诉你 这支股票的股民跟代号 各位如果比三副更标 你要不要来拿 如果比三副更强 你要不要来拿 三副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美国股市这几天的拉回 道琼的拉回 NASDA的拉回 沸腾半头起的拉回 他逆势往上涨 对 这就是我的股票 如果这支 比三副还要更厉害 还要更标的话 这支股票 主要力量的标股 打电话进来 这支股票 送给你 进广告 2022浮虎身风 188帮您旺一整年 让您财源滚滚 财运分通 支付专线 02-8512-5858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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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复直播 立即上线 新推租 E gi 809 亚太国际积 Point上线 cję 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 顶尖团队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85125858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络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操盘战将 来拿我的股票 来拿我的股票 今天涨停板 来拿我的股票 今天大涨 来拿我的股票 你来拿我的股票 今天逆势大涨 盘中拉到涨停板 主要力量的标股 37% 美国股市拉回台北股市拉回 这样的买盘这样的力量 现在有人说 轮到他了 要轮到这支了 一句话 想赚涨停的就来拿 你不想赚的那没有关系 你把机会让给别人 你打电话进来 我在电话告诉你是哪一支 股民带话 电话跟你讲得很详细 讲完电话挂掉 节省大家时间 这样好不好 好不好 这支股票 主要力量的标股二 打电话 来电 电话告知 这支股票的股民跟代号 都不用传真 节省你的时间 节省我们的时间 主要力量的标股二 好好把握 来电 送给你 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